《长风破浪》媒体评说,王一博与魏若来角色相弃,看片会上适配度获高赞。 在北京淘场放映厅举办的媒体超前观影会上, 一场名为《长风破浪》的视觉盛宴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 以其独特的电影质感和扣人心弦的剧情而备受瞩目。 总导演姚晓峰、总监制陈芷熙以及总制片带颖、张书伟等人同台亮相, 直接将这部作品搬上了大荧幕,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 根据现场观影的媒体透露, 尽管只播放了两集, 但剧情的吸引力已经让人欲罢不能, 引发了观众对接下来剧情发展的极大期待。 该剧的核心人物魏若来, 由当红演员王一博倾情演绎, 其出色的表演技巧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使得角色栩栩如生。 魏若来的形象既展现了业务能力强, 形式谨慎稳重的一面, 同时又体现了他坚守良知和善良的品质, 以及坚毅不屈, 冷静智慧的性格特点。 王一博在剧中的表演尤为亮眼, 特别是在台词功底方面, 他的精湛演技成功地捕捉到了 角色内心情感的丰富层次, 为角色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情感共鸣。 此外, 剧组在场景设计上也下足了功夫, 特别是魏若来的居所一处, 具有旧上海弄堂特色的老虎窗住房,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生动的市井画卷。 这样独具特色的布景, 不仅深化了角色内心世界的冲突与张力, 更凸显了为若来逆境中成长的独特魅力。 长风破浪通过其精心构建的剧情框架, 细腻的人物塑造以及真实的场景在线, 成功勾勒出了上世纪上海滩背景下 热血青年奋斗的历史画卷。 王一博的出色表演和角色的精神内核深度挖掘, 使得该剧不仅在视听层面给人以震撼, 更引发了对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深度思考。 目前,该剧的观影会已经落下帷幕, 但从参会媒体的报道来看, 对这部作品的期待依然很高。 尤其是王一博再次以原声台词出演, 堪称金鸡奖的优秀青年演员, 这也让观众对该剧的品质更加充满信心。 长风破浪在一开始就成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佳作。 长风破浪的看片会在《今日拉开帷幕》, 各路媒体纷纷参与其中, 洞悉这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的前景。 其中一点引人瞩目的焦点, 便是王一博在剧中扮演的魏弱来角色。 据媒体爆料, 王一博所饰演的魏弱来角色与剧情的相互配合程度, 令人印象深刻, 引发了人们对这部剧的更多期待和兴趣。 这部剧以上世纪上海味背景, 讲述了一群热血青年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 顽强拼搏, 勇往直前的故事。 而魏弱来这一角色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之一, 他的成长历程和人物, 性格在整个剧情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王一博作为颇具实力的演员, 对角色的塑造和表现自然备受期待。 根据媒体的爆料, 王一博在演艺魏弱来这一角色时, 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力和理解力。 他不仅将魏弱来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而且在角色与剧情之间的衔接上做得非常出色。 王一博通过精湛的演技和细腻的情感表达, 成功地将为若来这一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人对角色的成长和命运变迁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和思考。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